魏权天母主场迎战乐天 这场红色大战一开局就每季出现 林立扫得强劲 但张振宇来个空中抓飞鸟 硬是没收这只安打 可惜如此守备护航 还是挡不住暴力员 下棒的陈俊秀跟廖建復接点安打 让乐天形成二三雷有人局面 接下来朱玉贤扫出外野飞球 虽然没飞出墙外 但牺牲打也足够让乐天先持得电 不过小龙除了守备护航 还有别的本事 一局下攻占得点圈 刘继宏锁定第一球出击 一棒把球带到中外野 虽然没出墙 但打在墙上又出现在两人出局 咪哩咪哩到拱罐 绕过三垒回到本垒 放出卫权追平战局 而且咪哩咪哩到拱罐 这场可是状况正好 三局下又要来宋幸福 怎么说宋幸福 雷上有人情况 一棒狠狠逮中 打出去这气势就知道 左外野球迷又浮漏 个人第十一红 是一发两分炮 帮助龙队取得三比一领先 有了队友火力支援 让卫权先发 刚龙越投越稳定 四局上对乐天的宋家祥 更达成个人本季第100K 而且四局下 得点圈上有人情况 刚刚由美季演出的张振宇 也在打击段有所贡献 敲出带有打点安打 让龙队扩大领先 但是乐天从比赛后段逐渐苏醒 六上先靠梁家荣的长打 先打回一分 而且七局上 更是把握换投契机 打开杀戒 面对老队友王耀玲 连续三棒敲出安打 先追一分 而且还是二三类有人情况 这时候陈俊秀更是痛下杀手 一棒把球送得深远 这一落地就要形成重伤害 乐天成功逆转战局 反倒取得5比4领先 而且暴力员可是杀红眼 廖建復又再补上一发两分炮 乐天狠狠吞下五分大局 反倒三分领先 瞬间风云变色 杨乐天信心大增 先发曾仁和 主投七局也把十分控制在四分 加上后援的黄伟臣跟赖红臣 合力压制 中场乐天就以8比4击败位全 收下三连胜 主要去一台 综组报导